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個單元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我們怎麼樣來設計一個PCB版 什麼是一個PCB版 我們之前做過的案子 可能大家都會把你的東西 接在麵包版上 然後就拿著麵包版把你的作品叫出來 可是我們實際上想要的一個品質 比較好的圓形 一個Prototype 可能會是像這個樣子 就是不管怎麼樣你的設計多複雜 它總是包在一個盒子裡面 然後盒子外面你才可以做你自己想要的設計 那盒子打開來之後你就會看到裡面有可能有比較複雜的東西 可是無論如何它都是包在盒子裡面的 那問題就來了 就是通常你如果在一個麵包版上面 那這個線路通常也容易鬆動 然後它體積也很大 所以實際上我們在做一個互動圓形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想要把這個你設計好的東西呢 做成是一個電路板 那這樣子就像圖上看到的 我可以把電子零件裝在這個下面這個 黃色的這個電路板上面 然後呢這樣的它的接觸也不會鬆動 然後它體積也比較小 然後你也比較容易在它的外觀上做其他的設計 或是像這個樣子 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一個我們做過的案子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殼編電阻 然後有一些接頭 然後還有一些很多的電阻 然後這邊有那個紋壓器 然後這邊還有IC的插孔 然後還有Arduino 這全部都是裝在一個下面的這個綠色的這個PCB板上 然後我們這一個單元要介紹就是我們這個PCB板可以怎麼樣來製作 或怎麼樣來設計 這個單元要講的是這個部分 它大概長這個樣子 PCB板它是一片 我們剛剛看到不管是綠色也好黃色也好 它是一片這個電幕的板子 那這一片板子呢是不導電的 然後上面它會有孔 那這個孔呢可以讓你把電子零件安裝進來 比如說這裡裝了一個LED 然後這一個 姑且說它是一個電阻 可以把它裝上來 那這個PCB板下面呢它會有銅模 會有銅的部分 那銅的部分是導電的 那比如說當我把這東西裝進來之後呢 我就可以把這一隻接角焊在這一個銅的部分上 然後把那一張焊起來 然後我可以透過這個銅呢 來連接到另外一個電子零件上 然後一樣把它焊接起來 焊接起來 這樣子我就完成了一個 電路 然後是在一個 一片板子上 然後有焊接的動作 而不是在麵包板上面都是這種 可以隨時 拆裝 然後偶爾碰到它那個線還有可能會脫落 比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那我們這個單元介紹的這個PCB板呢 都是屬於單面的PCB板 那實際上 我們在做圓形的製作的時候呢 有時候會用到雙面的 那雙面製作技術比較高一點 那在工業上 單面雙面幾乎也已經都不用了 剩下都已經到四層的 或者是六層的這個PCB板 所以它在製程上很複雜 然後也可以把很複雜的電路 縮到很小的體積裡面去 好 那我們最經常使用的第一種方法 就是大家在電子材料行可以買得到的 叫做洞洞板 好這也是一種PCB板 然後它上面是一個一個一個的洞 然後每一個洞外面它會有一圈的這個銅模 好就是銅的部分 那你可以把你的電子零件呢 安裝進來之後 當你想要把兩個零件連在一起的時候呢 你就用焊錫跟這個 這個線銅線 然後把它們焊接像這樣子焊接在一起 你這樣就做出來了一個 像是電路一樣的一個效果 然後這個東西的正面看起來可能是像這個樣子 但右邊這個圖的洞洞板呢 它是兩個一組的 兩個一組的 兩個一組的 意思是說它在它的背面的這個銅模呢 它是兩個連接在一起 兩個連接在一起 好這樣可以方便你在連接的時候 當我一邊焊接的是電子零件的時候 我另外一邊可以焊接另外一個電子零件 或者是電線 好這樣子它就可以直接連在一起 這是大家可以在市面上買得到的這個PCB板 或者洞洞板 就是一個一個孔獨立的 那有時候你可以買到三個孔一組的 或兩個孔一組的 有很多種不同的設計 那我自己很喜歡使用的是這一種 這種我們叫做枝條板 stripboard 這個在國外比較容易買得到 可是這種枝條板呢 在台灣買不到 有點可惜 那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它好處是這個東西 它看起來跟麵包板很像 所以你可以把零件呢 像右邊圖這樣子 你可以把它安裝上來 然後你可以把它拉得很長 然後這個像右邊這個板子的下面 它的指的那個頭膜呢 都是直條的 都是直的 然後當你把它安置完之後 你可以把它焊接起來 焊接起來 你不必要的地方呢 你可以把它切掉 好像是這個圖上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它有焊接起來的地方 然後它不希望導電的地方呢 它就把它切斷 像上面這邊把它切斷 或像中間這個圖 你看它這裡把它切掉 這樣子你就可以做出來一個 外觀上看起來比較漂亮的 這個電路板 這跟剛剛我們前面看到的 動動板就不太一樣 前面動動板 你必須自己在後面鋪線 然後還要在那邊 做很多的焊息的焊接 那這個板子就沒有這樣 就不需要這麼麻煩 那很可惜的是 這個板子呢 它在台灣買不到 好像我們剛剛講這個有點麻煩 所以我們在台灣 沒有辦法做這樣子的電路板 當然你還有一個做法 就是我直接去買一整片的PVC的銅板 就是它這個銅模 是一整片覆蓋在PCB板上面的 那這個怎麼做咧 就大家看到像這樣子 你可以自己用美工刀 把你不要的銅模把它刮掉 然後做成你自己要的電路 當然這個非常的耗時 所以工業上在做這種PCB板的時候呢 它實際上是用CNC去刻的 好像這樣子 它是有機器去刻 而不是用我們手在那邊做 那這個刻出來的樣子 可能會是像這個樣子 它除了用刻的方式之外 它還可以用這種方式叫酸石 用腐蝕的方式 把你要的這個電路呢把它做出來 好這是第三種我們可以用的方法 就是我們可以把這個銅模的這個部分呢 把它設計好 就這個PCB板的這個Layout 我們稱為Layout 就是這個布線的這個部分 我們把它設計好 設計好之後呢 我們可以交給廠商去幫我們做小量的生產 那這個在台灣也還算方便 你可以在網路上找到很多PCB板打樣的公司 那這種打樣呢 它最少的數量通常一次是5片 至少要做5片以上 它才會幫你做這個訂單 那你回來之後呢 你就得到一片像右邊這樣的一個板子 好然後剩下電子零件 你就自己去看你要放什麼零件 你就直接把它放上去 放上去之後就可以把它焊接焊起來 有點像我們在焊接那個 Arduino Pro Mini的時候一樣 它上面也是有排針 要我們自己去焊接 好那問題就是我們怎麼樣來做這個設計 好這一個布線的設計 好這個Layout的設計 那這其實也不難 好就是我們用 用我們平常使用的FreeTing這個軟體 就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當然你在外面 他們在專門做電子電路設計的公司 他們用Ego或者是什麼樣的軟體來做 可是我們既然我們在做Arduino的時候呢 我們用過這個FreeTing的軟體 那我們這個軟體 它也可以幫助我們做PCB版的設計 好那我們這個單元就是來說明 我們怎麼樣在FreeTing裡面來做這件事情 那這邊是一個我已經做好的一個簡單的設計 那這個東西它是一個 右邊可以看到這是一個Arduino Pro Mini 然後它借了4個LED燈 然後借了一個殼邊電阻 然後它這裡右下角還有一個 這個是電源的輸入孔 大家如果不知道這個Arduino Pro Mini 在怎麼怎麼找到它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右邊這邊 這是Arduino 你可以拉進哪個Arduino嗎 那Pro Mini呢就是你拉進哪個Arduino之後你選它 這個類型這邊你可以找到 你各式各樣的Arduino 那我們要的是譬如說Pro Mini 你就可以點Pro Mini 它就變成你要的這個Pro Mini的板子 好 那這個是我們平常在做 設計的時候我們會用的一個工具 就是這個FreeTing 然後在這個工具裡面 因為我一般用的都是這個麵包版的這個模組 好 那實際上它右邊還有很多的模組可以用 那我們現在用的就是這個PCB模組 我們把它點過來 點過來大家可以看到 呃 好 這個是一個 我們剛剛放的所有電子零件都在這裡 然後它現在排得非常的混亂 然後它還需要一個麵包版 好 這個大家可以不用再看 這個是假如說 因為我剛剛有把它刪掉 那假如說你第一次使用的話 你會看到有一個灰色的這個板子 然後還有一堆你剛剛 在麵包版上面放的這些零件 一個一個它都會反映在這個地方 這些零件是什麼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嗎 這個應該可以猜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的Pro Mini的那個板子 這個東西呢 你看它右邊寫一個Power Plug 那假如你不確定這個是什麼的話 它實際上是這個 你如果點這個東西的話 你看它的這個地方它叫Power Plug 1 那你如果把它寫Power Plug 把這1去掉的話 把這1去掉的話 那這個PCB版這邊它那個1也會消失 就是這個每一個零件它的名稱 都是可以在麵包版這邊找到的 那這個東西 它實際上是我們的那個可編電阻 那這裡有3個LED 然後還有這個是 這實際上是很多個電阻 它疊在一起 這是我們每個LED用的那個電阻 它就在這個PCB的模組底下呢 你可以找到你剛剛用的所有的電子零件 那你看到這些電子零件 它都只是一個輪廓圖 還有它上面會有這個 橙色的這個它是接孔 那這個輪廓圖呢 它實際上你把它輸出了之後呢 它是1比1的比例 就是它跟實際上的電子零件呢 是一模一樣大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這一個圖呢 來設計我們要的那個PCB版 好 那再來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看這麼多零件呢 它中間有虛線 有很多的虛線 它們連在一起 那這些虛線就是我們在麵包版的地方 我們設計的那些電線 那些跳線 就是這些虛線 它們連結的 那問題是這些連結它都還只是虛線 意思是說它們還需要我們手動呢 去把它連在一起 那連的時候就是做我們的 電路的這個 布線的設計 好 那所以我們現在來開始做這個布線 那布線的第一步呢 是要先安排我的每一個零件的位置 好 那這個安排有一個原則就是 當你的這個零件呢 它連出去的線越多的時候 我們會盡可能把它放到這一個板子的中間 因為它這樣子連的時候 比較不會有交叉的問題 什麼是交叉的問題 我們說明一下好了 嗯 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個LED 它希望這個孔接到的是這個PIN器的地方 舉例來說 好 那可是 在PCB版上面 它這裡就只是一片銅模 我們希望最後它就是 最後就是一片銅 這樣連過來 可是你看到 這裡有另外一條線 這樣橫的跨過來 那意思是說 另外一個零件它需要 有一條線這樣連過來 可是假如說 這一片銅模這樣子連過去 這一片銅模這樣子連過來的時候 兩片它就接在一起了 好 可是實際上我們要有電路是 這兩條線是不相交的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把這些線 統統連在一起 而不會互相干涉 好 這是我們在做布線的時候 然後要完成的任務就是這一件事情 好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是安排他們的位置 好 那我說 這個東西的接觸器的線越多的呢 我們會盡可能把它放到整個PCB版的中間 好 那很顯然 這個最多的線的東西就是這一個Arduino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來安置其他的東西 好 那這個就看大家的判斷 我們比如說這個是我們的可編電阻 那我們在我們可編電阻呢 在麵包板上面設計的時候 我的輸入的呢是叫A0 好 那A0這裡 那A0在我們的這個圖上面是在右邊 那我可以想像說 我如果把它接到右邊來的話 這樣我可以省省掉一些線 它會交錯的可能性 好 那你會看我們剛移過來的時候 有一條線本來是寄在左邊的GND的 GND的 它現在跑到這個右邊的GND來 意思是說 這個軟體它很聰明 它知道在Arduino上面的這個GND呢 都是同一個孔 好不好 這裡也有個GND 所以我們在做的時候 它自己會去判斷說 哪一個GND的孔 離你的電子元件比較近 它會自己把它連過去 好 另外一個再來這個零件呢 這個是電源的輸入孔 一樣它是有三個孔 那我們雖然這個變化板上面 你看到它是兩個 實際上你的電子零件你買回來的時候 它是三個孔 那三個孔的意思實際上是兩個 它是地線 一個是正極 它有兩個地線 好 那因為它 我們的電源輸入孔 它接到的是ProMini上面RAW的這個PIN 它正極是要RAW這個PIN上面 所以我們也很合理的把它安排到右邊來 再來是LED跟電阻的部分 那我們LED在麵包板上面接的 信號來源呢 是6789這幾個PIN 那所以我們也想要把它放到 這個PGP板的左邊 因為6789在左邊 這樣比較容易來設計 好 那我們就要安排這幾個LED 6 9876 好這幾個PIN 我們就按照順序來排它 這怎麼排是看大家自己的設計 或看大家的需求 假如說你今天是要做一個手電筒 或者是什麼樣子類的LED 可能就要放到你的 那個板子的最旁邊 或者是什麼樣 來看你的需求是什麼樣 來做這個布線的設計 好 然後我們就按照順序來 稍微先排一下 排成這個樣子 好那再來是電阻 我們看到這個 PIN6接的這個LED1呢 接到電阻是這個R1 好那我們就 就把這個電阻 拉到這邊來 好那大家看到這個線 現在看起來有點混亂 會怎麼樣 可是其實沒有關係 你們就 呃 先把東西就定位 然後我們之後再來做線的設計 大概是這樣 好然後 這個LED2 我把它調換一下次序 LED2是接著PIN7 所以我和你說 當然我覺得按照順序來排 是比較好的 LED3跟LED4放到下面 按照順序來 按照順序來 好那它接的是R2這個電阻 我也把它拉過來 R3是接LED3 R4是接LED4 好 好 然後你看到這幾個 每個零件旁邊都有一個文字 好這個文字是 你可以去改變它的 比如說我選這個LED1 我可以先點這個零件 點完之後呢 我再把這個LED1的文字 拉過來 好記得你要先點 要先選這個零件 才有辦法調整它的文字 好然後之後它的文字 就會跟零件一起跑了 包括這個 電阻也是一樣 R通常在 做電路設計的時候 代表就是電阻 好那我們一樣把這個文字把它排好 為什麼會有這些文字呢 是 當我們的這個PCB板 拿去請人家打樣的時候 它打樣回來就只有這片板子 上面所有的電子零件 必須要你自己去接 好就是說做這個PCB板的廠商呢 它只會負責把那個板子上面的電路幫你做好 那零件部分你要靠自己 那它做完之後我們會忘記說 原本的這個地方它要接的零件是什麼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先把它每一個零件做個編號 那這個編號呢 就是這個LED1234還有R1234這些編號呢 它會跟著被印在你的電路板上面 那你回來的時候你就可以另外做一張錶 那你就可以對照的錶說 比如說我R1這一屆是220電阻 R2是R2也是220電阻 那你就可以去把你要的電阻找出來 然後把它接上去 那比如說像這邊LED1 你可以在錶上面註明說LED1是白色 LED2是紅色 LED3是白色 或怎麼樣 你就可以按照你的錶 來把你要的電子零件裝上來 好 那我們現在這邊大概就是把它都拍好的位置 我把這個Power Plug稍微轉一下方向 為什麼 因為這邊是電源接插進來的地方 它這個零件是長這個樣子的 所以你可以在它的零件上面點右鍵 然後選旋轉 然後你可以調整它的角度 每個零件都是這樣子 你可以旋轉它 比如說我把這東西右轉90度 這樣子 好 這都是可以旋轉的 那只是旋轉了之後呢 它的文字也會跟著旋轉 好 所以你可以在它文字上面呢 再把文字旋轉回來 像這樣 好像我這個文字我需要把它 就逆時針轉90度把它轉回來 這樣 然後有點不方便 可是這個 軟體目前的狀態是這個樣子 好 然後再來就要佈線了 佈線 呃 它雖然 我們看到它有很多虛線 可是 可是實際上 我們並不一定是要按照 這個 虛線上面的 呃 線來走 比如說我 舉例來說好了 我們看到這個LED 它接到這個電阻 然後電阻另外一邊 接的是Ground 它把它接到這個孔上面 這個孔是一個Ground的孔 可是我們要的 我們可以把它接到這個Ground上 也可以 都沒有關係 只要是合理的 它都會接受 好 那我們怎麼要把這個線真的拉過來呢 現在是虛線嘛 所以 我們要把線拉過來的方式有兩種 第一個是 呃 我們用這條線來舉例好了 這裡有一條續線 我可以直接在這個 在這個線的上面呢 你可以看到我的滑鼠游標 右邊有一個點 好 那這個你就是說 我既然選這條線 那我可以在這個線上面去拉 我要它改變的這個路徑 比如說長這樣 我拉完之後呢 它自己就會變成一條橘色的線 或者是 我可以在這個 接的這個地方呢 你看我現在本來它是一個點 我把滑鼠游標移到比較靠邊邊的地方 它就變成一個圈 好 我可以用這個 這個地方呢 來拉線 然後我來拉到 我要的這個Ground這邊 比如說我可以接到上面這個Ground 好 你看它也接受了 那你拉完線之後 你還可以一樣 用剛剛那個點的那個功能去 拉 好 這樣它就多了這個 叫做節點 好 那節點它不是只是用來轉彎的 好 節點它也可以用來接別的線 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我不想用這個Ground的 我想用這一個 好 然後我當然可以 我可以把這條線接過來這個地方 再接過來這裡 好 那所有Ground就接在一起 那我也可以做個做法呢 是 好 我現在這條線我要把它刪除 我就把它選起來 然後按Delete 我可以用這個線拉 拉到節點上 這是節點 剛我們拉的一個節點 這樣子 它就把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連結在一起 這三條 這三條線是連結在一起的 好 這個就是節點的另外功能 我可以用來 用節點來連接別的線 好 這樣子我就可以把這Ground接過來 這邊也接過來 然後再一起接到這個Arduino上面去 一樣我們把這個線也這樣子把它接到這個節點 把這個接到 這大概接好了 我把這個線做漂亮一點 好 然後這邊呢再接來這個節點 這樣子 好 好 這樣你們看 這樣我的這條線呢 就非常的直 就很漂亮 我們發現這個沒有接起來 好 跑掉了 我們再畫一次 我先把這個接過來這Ground 好了 然後呢 我做幾個節點出來 好 然後再從這個線拉到這個節點上 從這個線拉到這個節點上 然後做個新的節點出來 它這線有時候你沒有辦法把它拉得很直 沒有關係 你就先把線畫完 把線畫完之後呢 你再去調整這個節點的位置 欸它都沒有接在一起耶 好啦 我用手動的方式把它接在一起 也是一個做法 好 我可以透過拉這個節點 它就會自動幫我把這個線調整成比較直的樣子 就是你如果第一次畫完 它那個線看起來不是很直的話沒有關係 你可以再透過調整節點的方式來調整它 好 那這樣子我說的Ground就結完了 然後你結完之後呢 你還可以做一件事情是什麼 就是你可以選的這個線把它選起來 然後到右邊這邊 你可以調整這個線的粗細 好 基本上呢 我們會希望這個線盡可能的粗 好 因為月初的線它在製作上呢 它的那個比較不會 呃 怎麼講 比較 穩定 好 那再來 這個電阻接完之後 我們要把它接到LED上 那所以一樣 我們把它就把它畫起來 把它接到LED 每個都一樣 把它接起來 那LED另外變得是信號輸入的地方 它接到是PIN 6 好 我們這樣接 好 可是這時候你就發現一個問題了 就是我不管怎麼樣拉這個線 我不管怎麼樣去設計它 比如我這樣設計或怎麼樣 它都會交叉到剛剛的這條銅線 好 那這個是我們不想要的 那所以怎麼辦呢 有很多種方法 第一個是讓我 我可以想辦法這樣子繞 比如說像我 我現在這樣子繞 從Arduino下面這樣接過來 好 那這邊我也這樣子 每一個都這樣反向接過來 這是一種做法 另外一種做法呢 就是我們可以 比如說 讓它在這個地方 呃 我們這裡用這個來 用這個來舉例好了 比如我這要接到7 好 然後我們可以做一件事就是 就是讓它在這個地方做一座 跨過去的橋 然後把它接過去 怎麼樣做這座橋呢 好 請大家到這個 右邊這個地方 好 在最下面這邊有個PCB 的這個地方呢 有個東西叫Jumper 這個 一樣把它拉一個過來 然後把它放到你要做的地方 這個Jumper的意思就是說 它在這個地方做兩個點 好 然後呢 我可以先把 這個線接到這個點上 再把 這個線呢 從另外一邊接到我要接的地方 像這個樣子 好 這就是一個Jumper 那 它在做PCB版的時候呢 呃 這個Jumper它是 呃 會是兩個洞而已 然後我們最後再用手動的方式 在這邊焊接一條電線上去 好 那因為是電線 所以它就不會跟這個銅線 呃 交叉在一起 好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 比如說像這兩位 再做一個Jumper 那這兩位 那這兩位 當然這樣呢 看起來就很不妙 因為 呃 這個位置有點窄 這時候我們可以把東西移過來一點 把這線弄下來 好 那這樣我就可以把這個Jumper 這樣子連過去 把這條線這樣子連過來 好 這樣子我就不會去跨越到其他的銅線了 那最下面這個LED也是一樣 它不需要Jumper 我就可以這樣連 好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幾個事情 第一個是 呃 我怎麼樣來避免這個東西 呃 跨越別的銅線 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呢 是 我可以用Jumper來跨過別的東西 或者是我可以把這個東西透過 穿越電子零件的方式來把它 嗯 跨過去 比如像我這個東西 是其實像是跑到電 Arduino的下面這樣子連過來的 好 那有時候我們也會 比如說穿過某一個電阻的下面 去連過去 因為這個 這些電子零件 本身也很像這個Jumper 它的 呃 它也很像一個橋一樣這樣的感覺 所以你也可以 在電子零件的地方來 穿越這些線路 好 所以這個是 這是在布線的時候的一些小技巧 就是我怎麼樣來跨越這些線 這個是我們在布線的時候要做的事情 那我們現在左邊基本上就布完了 那我們來換右邊的部分 好 我們的Ground 實際上 我們可以我們知道所有的Ground都是 都是接在一起的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Ground接到這邊 欸 我不曉得 好 大家如果發現這個線 你不是要拉 不是要調整區間 而是要自己畫的時候記得這個畫 畫出有標 要移到比較邊邊的地方 等它出現圓圓圈的時候再來畫 這樣子 我可以把它畫過來 這樣子 你看它也接受了 本來是連在上面 它就連到下面 然後另外一邊這個是可編電阻 可編電阻的 可編電阻的 一隻腳呢也是接到地的 所以我可以把它 比如說接到這個節點上 好 然後可編電阻的另外一邊呢 是接到正極 所以我就把它接到正極 它接好看一點 然後可編電阻的另外一邊 是接到A0 接到A0 好 然後這邊還有一條線 要接是 電源的正極 是接到弱的這個拼上 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可以把這個線呢 射出一點 因為 說過這樣子 它比較穩定 好 那基本上這個東西 你看它的電路設計 就做完了 好 然後你做完之後呢 還要記得做一件事情 就是 你的這個板子 像灰色的這個板子 是你可以調整位置的 然後 你調整位置之外 你還要做一件事情是 你必須把它 確定這個地方 它是單面的 單面板 就是你假如它是雙面的話 你可以設計的是 雙層電路 可是我們一般 我們做的這個是單面 所以我們做的是 選一個單面板 好 選完 確定單面板之後呢 你可以調整它的大小 就是它從邊角這個地方 你可以去拖曳它 你可以調整你要的大小 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 你基本上 這個東西就做完了 做完之後呢 譬如說 假如說我今天要把這個 設計好的這個 這個 電路板 要給廠商去做少量的生產的時候 請大家到檔案的地方 然後按匯出 然後 然後 把它輸出成 看你廠商跟你要求的是什麼樣的檔案 它可能會跟你 通常會跟你要的是這一個 這個 Jerber的這個檔案 然後 有時候會跟你要的是 PDF檔 或是 ASVG檔 上面這樣都是屬於圖檔 好 然後 就看它要給你什麼檔案 那通常你如果輸出的是 下面這個檔案的話呢 它你會得到一個 那個 壓縮檔 你就把這個壓縮檔給廠商就好了 它就可以 它就按照你現在做的這個東西 幫你把 PCB版生產出來 好 那這個東西 你也可以把它 輸出成 PDF檔 然後我們來看看 這個PDF檔裡面是長什麼樣子 好 我把那個資料夾子交出來看一下 好 這是那個資料夾 打開裡面很多的PDF檔 好 你可以看到它主要分成幾個檔案 第一個叫做 Copper 再按Mask 再按Pest 還有Silk 有兩層的Silk 好 它這個是實際上生產的時候 它會需要的這個 很多不同層的檔案資料 好 你會看到它有這個 每一個檔案它都會有一個MIRROR的這個檔案 那實際上在生產的時候 我們會用的是這一個 好 因為這個是從下視圖看它 然後你把它 你的電子零件是從上視圖裝下去的 所以它會 它必須把它左右顛倒之後 你翻過來它才會變成是正的 好 這就是我們剛剛看到我們設計完的電路 那到時候做出來的電路板呢 就會是像這樣的一片板子 然後呢 上面在這個 黑色的地方呢 全部都會是這個銅 銅膜的部分 這樣 那你就可以在這個上面譬如說 你的Arduino要焊接在這裡 好 然後這裡你要焊接的是什麼 還記得嗎 有點忘記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需要剛剛的那個符號 這裡焊接的是一個電阻 兩個電阻 三個 四個電阻 然後這裡放的是LED 好 那LED 你可以看到它有一個 有一個孔式正方形 一個孔式圓形的 這是目的是在告訴你說 這個方形的孔式接LED的正極 方形的都是正極 好 然後呢 這個地方你會看到這兩個孔 是剛剛我們做的跳線 所以這個PCB板做出來之後 這兩個孔中間是分開來的 你會另外需要用一條電線呢 把這兩個孔連在一起 好 這樣它就不會干涉到中間這個 Ground黑色的地線的這個部分 好 那基本上 這個 這個PCB板的設計呢 就是 這樣子 好 沒有很沒有很複雜 你用我們常用的這個軟體 Freezing 就可以做到電路板的設計 然後你還 甚至還可以把這檔案呢 輸出給廠商來幫你做少量的生產 好 好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自己來做這個PCB板 好 那這個是我們下一個單元要介紹的 就是當我們有個這樣的圖檔做出來之後 我們怎麼樣自己在自己的工作室裡面 可以自己生產出這樣的一個PCB板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是因為 嗯 你去找外面的廠商打樣 至少都是5片 好 那你做5片的這個成本其實還是蠻高的 那所以呢 呃 有時候我們會需要自己能夠做這個板子 這樣我可以就是只做一片 然後做完之後 如果不對我還可以再修改 重新再做一片出來 那怎麼樣做 好 那這個是我們下一個單元要跟大家介紹的 好 那這邊PGP板的設計的部分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